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麼另外在前鎮以及文山地區 同樣的也出現了中古屋漲價的現象 在前鎮地區就有透添錯 選錢賣不出去 那麼價格是一千零八十萬 當時候屋主他還主動降價 降到了九百八十萬 但選後呢 又悄悄的把它漲回去 漲了四十萬 開價一千零二十萬元 那麼其實呢 屋主是看好高雄市未來的房價會漲的預期心理 也因此呢 才會偷偷的來漲價 但是許多的這個買家呢 也開始猶豫了 雖然近期有許多 都是來自於中北部的投資客 但是呢 真正會下手還是有一些猶豫 那麼尤其是高雄市目前的金岸 雖然現場看的人數增加了五成 但是呢 對於這個漲幅 真正會出手還是一個未知數